格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 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 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且在旗上站稳了 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否则你们就白白地信了 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 其中首要的是 基督照经上记载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 且照经上记载的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现给克法 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 此后,又一同显现给五百多弟兄 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 有些已经死了 随后显现给雅各伯 以后显现给众宗徒 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 不配成为宗徒 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 然而,因天主的恩宠 我成为今日的我 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 我比他们众人更牢碌 其实不是我 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 总之,不拘是我 或是他们 我们都这样传了 你们也都这样信了 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 已由死者中复活了 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 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 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 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 此外,如果死人真不复活 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 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 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 其实并没有使他复活 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 你们还是在罪恶中 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 就丧亡了 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 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 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 做了死者的出国 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 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 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地 首先是为出国的基督 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 再后才是结局 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 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 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 因为基督必须为王 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 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 因为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 既然说万物都已屈服了 显然那是万物屈服于他的 不在其内 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 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是万物 屈服于自己的腹 号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不然,那些带死人受洗的是做什么呢? 如果死人总不复活 为什么还带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为什么实施冒险呢? 弟兄们 我指着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 对你们所有的荣耀启示说 我是天天冒死的 我若只凭人的动机 当日在恶夫所与野兽搏斗 为我有什么益处? 如果死人不复活 我们吃喝吧 明天就要死了 你们不可为人所悟 交接恶友 必败坏善行 你们当彻底醒悟 别再犯罪了 你们中有些人实在不认识天主了 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 可是有人要说 此人将怎样复活呢? 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 糊涂人啊 你所剥的种子 若不先死了 绝不得生出来 并且你所剥种的 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 而是一颗赤裸的子粒 譬如一颗麦粒 或者别的种粒 但天主随自己的心意 给它一个形体 使每个种子 各有各的本体 不是所有的肉体 都是同样的肉体 人体是一样 兽体又是一样 鸟体另是一样 鱼体就又另是一样 还有天上的物体 和地上的物体 天上物体的华丽是一样 地上物体的华丽又是一样 太阳的光辉是一样 月亮的光辉又是一样 星辰的光辉另是一样 而且星辰与星辰的光辉 又有分别 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 播种的是可朽坏的 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 播种的是可羞辱的 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 播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 播种的是属生灵的身体 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 既有属生灵的身体 也就有属神的身体 经上也这样记载说 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 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 但属神的不是在先 而是属生灵的 然后才是属神的 第一个人出于地 属于土 第二个人出于天 那属于土的怎样 反属于土的也怎样 那属于天上的怎样 反属于天上的也怎样 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 也要怎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 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 看 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众人不全死亡 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 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 在莫测吹号筒时发生的 的确 号筒一想 死人必要复活 成为不朽的 我们也必要改变 因为这可朽坏的 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 这可死的 必须穿上不可死的 几时这可朽坏的 穿上了不可朽坏的 这可死的 穿上了不可死的 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 在胜利中 死亡被吞灭了 死亡 你的胜利在哪里 死亡 你的刺在哪里 死亡的刺就是罪过 罪过的权势就是法律 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获得的胜利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坚定不移 在主的工程上 该时常发奋面力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的勤劳 在主内绝不会落空 你们的听众 我们的听众 是什么 在主研究中 是什么 在主研究中 你认为 被决定了